今時財經點時沉浸 大家好 我是周嘉鴻 來看今天的重點新聞 包括國會作證聚焦貨幣政策 比特幣市值達1萬億美元 夏寶龍提愛國者治港五點原則 王毅呼籲中美關係重回正軌 傳約翰遜物華企業 希望重啟中英財經對話 評論員周恩輝表示 約翰遜仍需努力 美股在上個星期雖然偏軟 但是距離歷史高位已經不遠 在這個星期市場市焦點 將放在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在周二以及周三到國會 就半年一度的貨幣政策報告來作證 那麼因為投資者一旦確認 美國經濟明顯好轉 除了是推動華爾街股市 進一步上升之外 同時也會推升通脹的預期 投資者也將繼續留意 拜登政府紓困方案的一個進展 那麼這是鮑威爾在拜登就職總統之後 首次在國會發言 就經濟前景發表看法 市場預料他將重申貨幣寬鬆貨幣政策 並提到對於市場利率上升和通脹 可能在線的擔憂 強調聯儲局需要保持低利率和寬鬆政策 一段長時間以支持經濟復蘇 玫瑰指數最高層建90.4942 最低建90.20水平 人民幣再按收盤爆6.4675 下跌100點子 至於心理貨幣 加密貨幣比特幣的價格 首次是漲破5.8萬美元 市值突破1萬億美元 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行政總裁馬斯克 在社交平台推特發文 認為比特幣價格似乎偏高 比特幣在週日曾經升至超過 5萬8千美元的歷史新高 於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比特幣的價格 一個比特幣是超越了一公斤的黃金價格 比特幣在上個星期累計升幅達到兩成 從年初到現在為止升幅更達到一倍 面對著一天比一天價格高的比特幣 不少人都把比特幣當成了避險的一個資產 但是比特幣狂飆是不是會帶來灰犀牛效應呢 浙江現代數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的理事長 周子恆為英國《金融時報》撰文 他就指出 比特幣的總市值突破1萬億美元 這無疑是激起了市場投資的一個熱情 但還不等於是滿滿的一個市場信心 這只是會又是套現 不會明顯地改變 持有結構與交易結構 除了比特幣工業用金屬價格 也是顯著地走高 當中銅價更是飆升了9000美元 創出9年的新高 隨著中國在農曆新年之後的生產需求大增 再加上疫苗逐步在全球接種 推動經濟復甦 那麼有分析是指出 這個銅價將是持續的高起 在上個星期五開始 原物料供應短缺已經帶動銅價 跡升4.2%至每噸 8909美元 創下2011年9月以來的高位 另一位金屬原材料席 也是因為疫情期間 加劇辦公電子產品的需求急升 加劇了供應短缺的狀況 那麼上個星期五 期價升了5.8%至每噸 26.365美元已經創了記錄到 連升的16週 那麼上個星期是升了 這個26365美元 已經創了記錄這個16週的一個升幅 到了星期一 倫敦齊同上升已經超過3% 突破每噸9000美元整數關口 上海齊同在星期一早段 也是大漲6% 為2011年8月以來的最高 彭博社報導指出 市場預期疫情後的消費 將會超出短期的供應 那麼因此推動基本金屬大幅走高 銅和鎳等物料的一個價格 是因為對清潔能源 轉型的一個重要性 而受到提振 除了銅價之外 在倫敦齊席也是觸及 每噸2萬7千美元的一個高位 同樣創了9年的新高 另外市場憧憬 美國借貸將會擴大 美國10年期的國債收益率 上升接近4個基點 觸及1.3822的一年高位 兩年和10年期國債的利差 擴大至接近127個基點 為2017年初以來的最大 高盛預期全球今年的一個同財 這個供不應求的一個情況 將事實來最大 勢必是推動銅價進一步來頒身 那麼高盛也指出 中國在農曆新年假期之後 重返銅市成為主要的買家 引致銅價上個星期急升 高盛預計銅價的盛世 將會因為全球資金充裕而持續地下去 那麼挑高今年銅價的預測 那麼在這裡我們想請教一下 朱先生您怎麼來看這個工業金屬 是不是也是看高一線呢 現在看這個情況 還在繼續上漲的區間當中 銅和銘這樣的用於可再生能源的 設備的這些金屬上漲 是最近一波的漲勢 那麼在前幾個月 是鐵礦石等這個傳統的工業 它所用的這個原材料也出現上漲 這就給我們一個問題 從去年三月份 這個全球經濟在最低迷的時候 那個時候各種原材料 包括這個石油的價格就跌得一塌糊塗 甚至出現這個七貨的價格出現負數的這麼一種局面 但是到了去年秋天就是已經穩步穩定下來 到現在出現一個八到九年的一個最高點 甚至還可能有繼續上漲的這種趨勢 這就說明了全球的實體經濟的需求 還是十分強勁的 它又和各國央行 還有各國的財政政策 採取的這種鼓勵脫困的政策 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我們說呢 在這個全球疫情當中 各國全世界聯手 採取這種什麼樣的政策 很多時候呢是視在人為 到現在看起來是拖住了經濟 當然拖住經濟就意味著 我們的整個供需 它是在一個相對比較均衡的一個狀態 不過就是現在在美國那一邊 也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擔心 一旦疫情結束以後 如此巨量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遺留下來的這些赤字 到時候怎麼辦 如此巨量的貨幣如何去退出 我想但是這個是以後的事情 好 那我們繼續來關注的是 消費即將大幅的反彈 在全球看起來還是個 預測的狀況之下 中國卻已經是實現了 在剛過去的春節假期 中國的消費者大舉支出 為表現落後的零售 以及服務業帶來提振 那麼狂歡消費的一個同時 中國這間世界工廠 在春節也不打烊 繼續承接來自全球的大量訂單 製造業甚至是出現 人手短缺的一個狀況 根據商務部的數據 從除夕到初六 全國重點零售和餐飲企業實現 銷售額是8,210億元人民幣 那麼是比去年春節黃金周增長28.7% 比19年是增長了4.9% 雨林授業同樣回暖的還有製造業 由於歐美這個訂單 出口訂單急增 為了應付訂單 不少的企業在春節是不放假 繼續地趕工 很多企業在除夕前 是大量的招人 那麼有企業是留住員工 最高給出5千元的一個留任獎 那麼只要工作到3月底就可以領取 另外更有遠在成都的企業 在年前出價高達40元人民幣的時薪 來深圳搶人 OPPO在東莞工廠也是提供35元的時薪 比深圳本地高出31元的時薪 是高出了一成三 其中看到富士康 作為全球代工的巨頭 在昆山加善和成都 以及深圳觀藍的工廠 也是同時招工 它這個出的時薪是30元 月收入是8500元 這在當地算是高收入 對於這股從製造業的一個熱潮 一些企業人士認為 政府提倡就地過年 不僅是這個有效的防控 疫情也使得企業減少 劫後招用這個的一個用工成本 來提升訂單的交付能力 來這裡我們要請教一下 朱仙 您覺得這個數字說明了些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 每年過完春節以後 招工到底給多少錢 勞工市場的供求關係 是一種什麼樣的緊缺關係 它就是整個經濟來年的風向標 從今年的情況看 和去年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時薪工資上漲的 比較大的幅度 而且很多地方 雖然很多工人在當地就地過年 但是同樣出現 招工企業出短缺的情況 這個表明今年在供需兩端 中國經濟第一季度 至少第一季度會非常的旺 我們知道去年第一季度 是下降6.8%的GDP 那麼普遍預計 今年可能在去年很低的季度上 今年第一季度會有一個比較高的 甚至達到雙位數的增長 而從需求的情況來看 由於很多人是選擇 留在城市過年 雖然像民航鐵路 它的收入會下降 但是在城市裡邊的 很多消費出現了 預計不到的增長 今年最大的贏家 可能就是這個電影院 還有幾家的這個 賣得比較好的電影製片廠 所以從現在的情況來看 中國經濟它確實體現了 和去年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當然如果說第一季度 它最終出現雙位數的增長 這個對下一步 中國自己的貨幣政策 又是一個挑戰 好的 我們再來關注的是 內地A股在星期一 全天是單邊下行 戶指高開11點之後 曾經高見全日最高位3717點 隨後股是倒跌 戶指中場收報3642點 跌了53點 跌幅1.45% 成交是5993億元人民幣 山陣指方面也走弱 中場收報15336點 跌了486點 跌幅3.07% 成交額是6940億元人民幣 創業版紙大跌4.47% 收報3138點 國際指數編製公司 富士羅素在星期五晚上 在官方的網站公布 半年度的評審結果 共納入129隻A股股票 包括是一隻科創版的股票 是首次把科創版的股票 納入全球指數 這次科創版的股票 一次性以25%的納入因子納入 預計將為科創版帶來 1億美元的增量資金 富士羅素在國際指數供應商 是率先將科創版指數這個股票納入 是基於海外投資者迫切希望 在組合當中添加科創版的股票 至於在港股方面 橫指高開426點已經是全天的高位 隨後漲幅收窄 橫指數盤報30319下跌324點 跌幅1.06% 主板成交3025億港元 黑森指數科技指數是暴跌5.53% 這個美團小米跌超過5% 騰訊京東市跌14% 阿里巴巴跌超過2% 休息片刻下一節還有其他的財經消息 我們在島嶼市場上 我們在島嶼市場上 在島嶼市場上 小米市場上 在島嶼市場上 湯市場上 小米市場上 都市場上 欢迎回来 全国港澳研究会 星期一举行事项研讨会 讨论落实爱国者治港 改革香港选举制度等议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 在会上发表讲话时 阐述爱国者治港的标准和要求 并列出五个必须原则 夏宝龙表示 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需要多错并举 综合施策 其中最关键 最急迫的是 要完善相关制度 特别是要抓紧完善 有关选举制度 确保香港管制权 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 为此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 必须严格依照 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进一步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就是在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框架内 在总结香港回归以来 一国两制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堵塞有关法律漏洞 香港的选举制度要实现这样的效果 既充分尊重公众的民主权利 又切实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既尊重和保障香港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 又切实保障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 既保证各类选举的公正 公平 公开 又切实有效地阻止反中乱港分子 国际反华势力的政治代理人 进入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 第二 必须尊重中央的主导权 创设特别行政区建立特别行政区的制度 权利在中央 选举制度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完善有关选举制度 必须在中央的主导下进行 在完善有关选举制度的过程中 中央政府必定会与特别行政区政府深入沟通 并充分听取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 第三 必须符合香港实际情况 香港选举制度绝不能简单照搬 或套用外国的选举制度 符合香港实际情况 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 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选举制度 就是最好的制度 第四 必须落实行政主导体制 香港实行的是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 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政权架构 及其运行中处于主导和核心位置 完善选举制度要多考虑如何改善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关系 提升特别行政区的治理能力和水准 要多考虑如何推动实现定分指针 凝聚共识 从而把各方面力量汇聚到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这个第一要务上来 第五 必须有健全的制度保障 爱国者治港必须落实在制度上 要完善有关制度体系 拿出管用的办法 确保特别行政区 行政 立法 司法机构的组成人员 以及重要法定机构的负责人等 都由真正的爱国者担任 重要岗位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让反中乱岗分子占据 他指出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目的也是为了保障香港民主制度 更健康 更顺利地向前发展 发展香港民主制度 不能背离爱国者治港 这一根本原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国务委员间外长王毅 在北京出席外交部一个论坛时 指出 中美关系要波乱反正 重回正轨 王毅表示 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 能够摒弃各种偏见 避免无端猜忌 推动对华政策回归理性 当前中美双方应坦诚对话 准确把握彼此的政策意图 中美 中方以及美方 是进行的对话的大门 始终敞开 那么希望美方真正客观 准确地了解中国 认识中国 读懂中国 22号上午在中国外交部 举办的蓝厅论坛 主题为对话合作 管控分歧 论坛邀请到中美各界代表 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贡献智慧 凝聚共识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开幕致辞中明确指出 中美关系要波乱反正 重回正轨 首先需要打破各种错误 对话认知 真正客观 准确地读懂中国 他特别就外界关注的民主 人权等问题做出阐释 强调实现民主的方式多样 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被证明符合中国国情 也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 民主并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实现民主的形式丰富多彩 没有固定模式 也不存在标准答案 真正的民主 必须扎根本国土壤 服务本国人民 在解释如何认识中国的基础上 王毅也就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 而这次蓝厅论坛的举办 也正值美国新政府上台 全面重新审视对华政策 这些建议可以说 向美方也释放出明确信号 王毅强调 中美首先要相互尊重 不干涉彼此内政 他形容 这就像一个有礼貌的绅士 绝不会把自己的刀叉 伸到别人的盘子里 希望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 我们希望美方也能够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 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 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 停止在香港 新疆 西藏等中国国内事务上 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在此基础上 王毅指出中美应加强对话 妥善管控 矛盾分歧 应激活建立各领域各层级对话机制 坦诚对话以准确把握彼此的政策意图 同时重启互利合作 希望美方尽快调整政策 放弃对中国产品征收不合理关税 放弃对中国企业和机构实行单边制裁 为合作提供必要条件 在人文交流领域 希望美方尽快解除 对中方教育 文化 新闻等团体 在美活动的各种限制 恢复两国 高校 研究机构 留学生等 正常的人文交流项目 修复两国交往的民意基础 凤凰卫视 您想问后有运 北京报道 好 在这请教朱仙 这个从中美两国近期的一个姿态 您怎么来看未来的关系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至少和特朗普后期近乎疯狂 对中国的打压相比 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但是下一步非常关键 所以就是在整个新闻稿当中 我特别留意到一句话 就是要落实两国元首出席通电话的精神 所以未来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那么双方要从小的事情做起 正如网易国务委员所讲的 像两国的人文交流 还有其他一些在商贸层面的事情 可以尽快地做起来 同时各个以前就是在上一届政府 奥巴马政府 行之有效的两国对话机制 也可以尽快地恢复起来 好 那么看完中美关系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中英的关系 英国传媒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是有意恢复 跟中国的一个经贸对话 甚至跟中国签订新的一个经贸协议 不过报道是认为 约翰逊此举是有可能触怒 他所属保守派内的对华 强硬的一些党员的触怒他们 那么请教一下 主席你今天专题点评 也是要特别讲一下中英关系 中英关系现在看来 也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面 我们知道就是在英国内部 有一批反华的势力 就是刚才新闻当中所说的 那一批保守势力 总是想在中英之间制造矛盾 或者说是充当向澳大利亚 前段时间那样对华 这种不利政策的打手 我们也注意到 在两国关系当中 最近有一些事情是不顺利的 所以在脱欧之后 约翰逊领导的英国政府 秉承一种什么样的中英发展的路线 值得大家的关注 从刚才的报道来看 因为它不是一个广泛的报道 当然这个英国首相府那边 对此的置评 就是说首相对于中国的态度 是众所周知的 他其实这个话是很有生意的 中英关系 我想约翰逊他如果说出现改变 离不开中美关系的改变 因为全世界都在盯着 美国和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中美关系 慢慢走向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道路 那么中英关系可能调整就在前面 所以从当前的情况看 很关键的一个风向标 就是这个报道里边所谈到的 中英之间是不是要尽快恢复 经济和财经的对话 我们也很清楚 在中英黄金关系当中 这个中英的财经对话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如果约翰逊他提议要恢复的话 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恢复 因为现在毕竟英国的疫情 还是比较严重 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 还是限制自己的国民进出英国 也限制英国的航班 当然英国现在在发达国家当中 它的疫苗接种也是做得不错的 他们自己预计在过不长的一段时间 就可以逐步的解封 所以从中英关系的情况来看 现在中英关系面临着不确定性 但是这个不确定性主要是来自英国 我想几个相对原来引起冲突的事情 得到解决之后 这个时候英国首相所选择的路向 他对于脱欧 因为约翰逊他是致力于脱欧 脱欧之后到底英国和全世界 是一个什么关系 和中国是一个什么关系 已经摆在了他面前 要改善和促进中英关系 其实约翰逊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好的 谢谢朱先生 重启经济以及财经对话 是一个风向标 那么也感谢观众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